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期讀 两个礼拜前我被YouTube禁言了 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个观众说 能不能看一下电狱判课的介绍呢 我那时候说好啊 结果我就被禁言了 然后过了这两个礼拜时间之后 我就有点觉得这个好像慢慢的失去了它的时效性 不过无所谓啦 我觉得我们反正在做的就是英文教导的题目嘛 那反正我看到这个报导 也不是报导 看到这个review 那看到他说了一下游戏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词 我就想讲这个词 为了讲这个词 我就做了一集 我想讲的这个词就是警示故事 什么叫警示故事 你可能没概念 因为好像我们生活中 也蛮少看到这个中文词 你跟我一样是有年纪的观众 你以前还是电视时代的时候 你应该也记得有个节目叫 玫瑰同龄眼 或者是蓝色蜘蛛王 小一点的年轻一点的朋友 你不晓得 但总之就是那个盛竹如 知道盛竹如是谁吗 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盛竹如是谁了 总之就是那个很会讲旁白的那个人 然后他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学一下他讲话 因为我也学不来 说实在的 什么 好像还有一个景观 对不对 一个景观 然后他说 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单纯 单纯 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学好烂 天哪 我不要学了 算了 讲到目前 可能有的观众已经关掉了 说 李简长学攻啥 好了 但如果真的 我知道我的观众年龄 才真的都比较偏高一点点 你应该知道蓝色蜘蛛王 你应该知道玫瑰瞳眼 那你看那种剧里面 那个剧 那种剧里面 讲的多半就是一些 警示故事 像是 你谋杀亲夫 然后骗到了他的保险金 然后跟着你的情夫 去过快乐的生活 可是 发网灰灰 或者老天还是游眼 然后到最后你得到了 应得的那个 呃 报应 然后到最后流落街头 所以那种剧里面 就会把它拍成这个方向 之类的 或者某个神棍 他在那边 骗色骗财 然后最后他的宗教就爆掉了 然后他就 一样就下场很惨 so you know that kind of story ok that kind of story serves some kind of purpose what's the purpose well 他 他为了人 就是为了这个社会 提供一个 caution 提供了一个警告 so you can call that a warning caution i guess is the better word because the term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omes from this word 所以你看到就会觉得 oh that's a caution 警告我不要干坏事 ok don't do bad deeds because karma is a bitch it's going to come back and bite you in the ass 你做了坏事情之后 会回来咬你的屁股 ok so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还是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 好像是倒过来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所以你做什么坏事 回到你身上 然后咬你的屁股 所以我们不要做坏事 这是警示故事 ok 所以你做了一件 所以你的人生的过法 过一过过下去 发现说 哼 你就 少年爱玩乐 然后到了中年还不努力 然后老年你就很惨流落街头 然后你看这个人流落街头 你看看吧 这个人年轻不努力 少年不读书 年轻然后中年不努力 不过我还是我想一想 我就觉得这个说法 也都是好像也不太对 年轻不读书难道一定很惨吗 有人年轻不读书还是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还是可以过不错的人生 我总是会绕回来 觉得自己说的话 好像有点不见得是能够兜的回来的 好现在一开始讲一些 啦啦杂杂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办法来好好录节目了 所以现在开始就会说一些废屁话 but let's come back here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要讲的是电狱判客 那电狱判客的英文的这个名字叫做Cyberpunk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词 这是创造出来的 谁创造出来的 一个游戏公司 so it's actually a video game from two years ago Cyberpunk Cyber这个字 精神精神越来越少看到 我们刚有网机网路的时候 刚有internet的时候 Cyberspace是一个很夯的词 因为就是我们讲的网路里的虚拟空间 我们叫它Cyberspace 所以CyberOK 加个Punk 所以它中文翻译的电狱判客 还OK啦 那它是一个 它从这个游戏里面 创造出来的世界 它就借了这个世界 然后来画出了这一个动画 那这个动画在Netflix上面 要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我是还没看 但朋友是很推荐的就是了 那这个Cyberpunk 它又给它一个这个剧的名字叫做 边缘行者 那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Edge Runner Edge Edge就边 加个Runner在后面 OK啦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review 它的recap 那当然我们要 我们尽量不要爆雷 所以 no spoiler 在这个地方 所以先看一下它的开头 它就说了 它事实上是借了 它这个开放世界的游戏 所以它先说了一下下 它的开放世界呢 那 这个游戏它中间加了 豆点的部分 把它做一点补充 所以它是这个 2020年最大的 这个角色扮演的 这个动作型的 动作型的角色扮演游戏 其中一个最大的 one of the biggest role-playing games action games of 2020 所以这个世界 is vast 很大 entrenched in lore entrenched这个字 我们当然是有看过啦 但这个字蛮值得再多看一下 entrenched trench这个字就是 沟啊 水沟的沟 豪沟的沟 像我们讲说 一战的时候打的是豪沟战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trench so you fight soldiers fighting trenches entrenched就是 深陷在这个 一个泥沼里 深陷在沟里的概念 所以它这个世界呢 就里面就装满了故事 这个world is entrenched ok in lore lore这个字 lore就是故事 像forklore就是 那个民间故事 ok forklore lore alright 那里面 当一个主角 主角叫做V 就英文字母V so the game's protagonist V serves as a window into the dystopian megapolis of night city which is governed by its own sociopolitical strata 啊你看马上就有两个字 三个字可以学 所以游戏里的protagonist 就是它的主角 那多学一个字叫antagonist 就是反派的主角 所以有很多游戏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小说 或什么之类的 它都会有一个正派的 一个反派的 像我们说那个 星际大战 天行者陆克 protagonist 然后它的反派 达斯维德 antagonist 这样应该没问题 所以主角跟反派主角 有时候我们就要villain 反派的主角 OK villain 好 所以呢 这个游戏的protagonist V 所以它就是一个 像是一个窗口一样 你可以透过它这个窗口 看到它 这个游戏里面的 或者这个 世界里面的 的这个 呃 呃 它讲了一个字 叫做dystopian 不讲一下也不行 so she serves or he serves 其实它讲v 我不太确定男女 呃 不太确定性别 不一定讲 只设为男女 就是 所以这个v呢 serves as a window into the dystopian megapolis of night city 所以dystopian 这个字是 utopia utopia 它dystopian 是形容词 所以dystopia 所以utopia 是乌托邦 那dystopia 就是反的乌托邦 乌托邦 就是你知道 理想世界 共产党 画出一个 理想世界 乌托邦 共产主义 乌托邦 所以乌托邦 就是什么都完美的 那要是反过来 什么都不完美 整个乱七八糟的 那就叫做dystopia dys开头 它就是反过来 像dysfunctional 就是坏掉了 这样子 不会硬做 so dystopia 所以它成为一个window 你就可以看进 这个dystopia dystopian 的megapolis 那这个字也蛮酷的 mega开头 应该没问题 就很大 或之类的 所以有一个字 叫做 metropolis 就大都会 那变成 megapolis 其实概念差不多 就是超大的一个都市 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 megapolis of night city 所以它这个 开放世界里面的 那个都市 就叫做夜城 night city 非常没有创意 but that's ok so 那这个夜城呢 是被他们自己的 这一个 它有很多不同的 社会经济的 那个 社会经济怪怪的 社会政治的 这个不同的层 所以它里面 这个社会 是有阶层制度的 so which is governed by its own sociopolitical strata 所以sociopolitical ok 就是socio是社会的 那加一个政治的 sociopolitical 那我们也常看到社会经济上的 so socioeconomic 这两个词 都是很常见得到的 ok 好 所以它自己有 它的社会政治上的 一个strata 什么是strata 就是成 这也是托弗亚斯的字 那讲到地质学的 那种题目的时候 那说地球分成 这个地壳 有几层几层几层 strata 那这个strata的 a结尾 就是负数的 所以这个 这边我们多介绍几个 就是a结尾的 英文字是负数 单数呢 却是um结尾 所以这很有趣 就我们一般的理解是 加s或加es 或者甚至去歪加ies 才是单数变负数 像例如说书叫book 那负数变成books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例子可以举啊 像例如说这个 es结尾的有没有 excuse me es结尾 怎么要想突然间想不到 怎么会这样的 好了 先不扯 我们要介绍这个是特殊的 所以这个特殊的单负数 变化是um结尾变成a结尾 所以strata是负数 那他的单数是stratum stitum这是单数的 所以一层就是stratum 那负数是strata 那多看几个 我们讲说公民投票 公投 不是工地的头子 头头不对 我们讲是投票的公投 有公投榜大选的公投 他的单数叫referendum 那负数就叫referenda 所以也是um结尾单数 a结尾是负数 再多看一个数据这个字叫data 那时候数据库资料库叫database 很多人都会 所以data是数据 那他的单数是datum 我相信你几乎没有看过datum这个字 ok但data你确实是很常见的 ok 可他还可以变成是一个 就 呃 等于算是不可 就不可数名词基本上 呃 所以说他自己本身 可以可以被当成单 像money一样就是这样子 ok所以data 如果你看到后面接着是单数的动词 data the data is good 其实是对的 ok是ok的 还有另外一个我现在才想到 但当时我打笔记面打出来medium这个字 那medium是什么 啊medium不中杯可乐medium coke吗 中杯 中 呃 中杯薯条不叫中杯 薯条有没有分大中小 有吧 还是现在只有大小数 有没有中数 应该有吧 好不管了 所以medium是中的 你没有没有问题 这样medium size ok的 可是medium也可以是媒介媒体的意思 所以medium的负数 你更熟了就是media okmedia 那你也知道media可以当成单数的 ok 所以 总之它 就是虽然说变成了负数 可是我们常用单数来处理它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应该大家也熟 bacteria 就细菌 那负数的 那一个bacteria 一个细菌 bacterium um结尾 单数的 好所以今天介绍这一大堆 好单数负数的变化 um是单数 a结尾是负数 很特别 那就那么几个字 说真的也没多少 好可以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也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哈哈 那我们再多讲几句话 我觉得这应该还是 能看到些什么英文句子 有时候觉得代句子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把它读下去 所以 Netflix 就是动画这个联系剧 based on the world of cyberpunk 所以它是以这个世界为利基的 好 那又斗点再多补充它 which aims 所以这个witch 其实这个witch我认为 是回到了这个剧 所以有时候这个斗点witch之后 这个witch不见得是正前方这个东西了 所以他想要来 那他是什么 就这个剧 which aims 他瞄准着 要来干嘛呢 要把这个故事再更深化一点点 so aims to deepen the lore of the existing game 所以原本这个游戏里面就有故事 那他想把这个故事给更深化 而同一时间又offer你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一个单独的故事线 so while offering a riveting 所以Riveting这个字蛮有趣的 Rivet这个字 其实我们一般理解的是 卯钉 知道什么是卯钉吗 在那个Levis牛仔裤 口袋的地方会有个 那种很特殊的钉子 他用那个钉子的部分 把那个口袋跟裤子 好好的接起来 所以那个就叫做Rivet 那如果你把它翻成 这个加一个ing的形容词的状态下 它跟compelling是非常像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就是很动人的故事 大概是ok的 所以同一时间offer一个很riveting 很动人的 high stakes stand alone story stand alone就是一个独立的 所以他跟那个游戏 其实只是共享 那个open world而已 所以他并不是说 跟那个游戏有更深的连结 所以他是一个 很stand alone的一个故事 那high stakes怎么翻呢 stakes我们讲过 那虽然说我不介意复习 不过stakes讲会讲很久 我们最初的理解 就是说它是一个桩子 就木桩的那种桩 插在地上那种 让你打梅花针的那个桩 这个叫stake 那有时候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赌注的概念 或者说如果说今天有个东西在那边 然后你是像例如说 我举例举到一半突然间讲不下去 有时候我们讲说the stakes are high 什么意思 就表示说 现在眼前这场赌局 这场赌注 这场游戏 要是你输了的话 你会失去很多很多东西 你把你的身家整个赌在一个 例如说台积电 结果中共打过来台积电被直接炸爆 the stakes is too high 所以台湾不能失去台积电 the stakes are too high 所以有时候把stakes理解为 你把他理解为筹码 可能都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一个解释 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high stakes的 standalone story 好 讲到这里大家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字就好 就是fair这个字 sure so before we deep dive into the story its ending and how the anime fares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human ambition and capitalist greed there are massive spoilers ahead both for cyberpunk the show and the game 好 所以我刚才差点就把这个节目结束掉了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讲到cautionary tale holy shit 我要讲的东西到现在才出现 好 所以还好我有坚持把最后这个字讲完 否则自己要重录了 shit 好anyway 所以这边说的是这句话 在我们栽进去这个游戏前 好我要先警告你一下 接下来呢就要爆雷了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段结束就好了 我们不要再爆雷下去 so before we deep dive into the story so before we deep dive into the story so deep dive ok的深深的这个浅进去 所以在我们深浅进这个故事里之前 而且还不是有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在深浅进这个故事 它的结尾 以及最后这件事情之前 所以这边总共有三个dive into的售词 所以dive into故事 dive into结尾 dive into第三件事 就是这个anime到底怎么样表现 how the anime fares 所以fair这个字 我们一般可能理解为f-a-r-e 不是公平 不是f-a-i-r 所以f-a-r-e 一般常常理解为是费用 ok fair bus fair airfair 就是巴士飞 飞机机票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fair可以当作费用 那但是它当动词的时候 就是表现的怎么样 ok 表现的如何 你考一个试 你走出来 然后哭伤着脸 我就问你说考的怎么样 表现的怎么样 so how did you fare ok 我当然可以问how did you do how did you do on the test 但我也可以说how did you fare ok 所以你表现的如何 所以第三个 就是在我们dive into 这个秀怎么fair 好这个秀表现的怎么样 那 表现成什么东西呢 how did how the anime fares as a cautionary tale 所以这个秀呢 它事实上是身为了一个警示故事 就我们刚前面讲的 好警示故事 你看了以后会觉得 我该警惕 不要像故事里面的人一样 犯他们一样的错 所以它怎么当成一个cautionary tale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警示故事 就是这个英文字 ok cautionary tale 我刚说来自caution这个字 那cautionary 形容词 tale就是故事 你看说它不是lore吗 well 都可以 可是我们就不会讲cautionary lore 我们讲cautionary tale ok 好 所以警示故事 有关于什么 有关于人类的野心 以及资本主义的贪婪 about human ambition and capitalist greed 所以 总之 我们可以想象 就可以想象这个故事 大概就是去批评资本主义 它不见得是很好的东西 好 完全没有spoiler 因为真的还不知道它这个故事 该去怎么展开就是 好 所以不爆雷 那个爆雷的英文叫做spoiler 因为我不想讲太多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讲 因为我没看过 所以讲太多了呢 我就会把这个show给弄臭掉 对你来说 这show就不好看了 因为没有什么 值得期待的东西了 so I may spoil the show for you if I tell you too much about it so that becomes a spoiler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啊我接下来讲爆雷咯 我就是spoiler alert 你不要再听下去了 把你耳朵捂起来 或者就把我解报的节目关掉 但没有啦 我们今天到这里讲完了 好 所以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个节目 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anime 好像是不错啦 我都有时间我也会看一下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